因應超高齡化社會來臨 台中市一家接近會除了提供社區居家 據點長照服務之外 也成立社區日照中心 汲取讓海線的高齡者 也能擁有一個溫暖舒適的日間照護場所 雲法族阿公阿嬤武師表演 為設置在台中海線日間照顧服務中心 開幕典禮揭開序幕 交很多的朋友 然後運動的時候可以增加我們的體力 然後手作又可以刺激我們的頭腦 這個日照中心可以解決很多 現在這個先生太太都在上班 他媽要把這些家裡的老人來怎麼樣安頓 就是送到我們這裡來 我們幫他來照顧 台灣明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 國家明年將編列預算推動長照3.0 台中市政府除了積極強化照顧體系外 同時還推動醫療體系的銜接 讓照顧、醫療、社福一體化 中央也推出了長照3.0 那我們會持續來把這些社區的一個長照資源強化提升品質之外 另外還有就是包括一些長照的服務跟醫療的服務也能夠做結合 日照中心的成立除了能積極協助家中需要照顧長輩的家庭、減輕照顧者的負擔與壓力 也讓有需要的鄉親提升生活品質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源、楊淑棉 台灣台中採訪報導